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就先由小胖來幫我們開場吧 大家好 我是小胖 在講之前我先講我外號的由來好了 我的外號的由來很簡單 因為當初我在剛來公園的時候 和兩個基友是好朋友 大家為了方便區分我們 叫體型來分 最胖的叫大胖 然後中等胖的叫二胖 然後我因為體型最小 所以說我叫小胖 然後外號就這樣子來了 然後就算知道我本名的 也通通叫我小胖 因為叫習慣了 反而叫上癮了 大家就叫小胖小胖小胖一直叫 然後叫習慣了 所以說 就這樣子叫我就好了 然後 等一下是看螢幕 不用不用 你就先講你的故事就可以了 不是 我先講 因為我先講我的故事好了 我從出生到國中階段 因為一直過得很順遂 所以說就沒什麼好講的 從國中畢業以後開始講 我國中畢業以後 畢業以後 畢業以後 讀一所學校 是退府會的學校 那時候就 國軍 國防部有一個 國軍退出一冠軍輔導委員會 那時候它有兩所學校 一所是高工實驗班 一所是高商實驗班 然後 比較不同的是 高工實驗班是給男生讀的 然後學籍是寄在 桃園農工下面 高商實驗班是給女生讀的 學籍是寄在 寄得沒有錯的話 應該是收在 張子下面 然後照那時候的說法 給純男生讀的 我們一般 私底下都喊和尚學校 然後 給純女生讀的 我們都喊 尼姑學校 大概就這樣子分啊 就像以前我們會喊 北宜女建宗 就叫 和尚學校尼姑學校 這樣子 因為都是純女生讀 或純男生讀 這樣子 然後 讀了兩年 都留級 因為 都不喜歡教功課 然後 學也沒學好 然後 辦調子 後來 沒學好 第二 第一次留級的時候 然後 那一屆 最好是最後一屆 那一屆完了 就沒有了 然後 突然又留級 怎麼辦 出來工作 後來 後來 我 家附近 有個 家居木工廠 因為我學家居木工科 正好 我以前在 我家附近一個家居木工廠 打過工 我就 正好 正好 那學期 暑假 也正好在那裡打工 就直接一直做下去了 不用講了 反正都已經留級了 就直接跟他們幹部講說 我要繼續上班 然後就一直做 然後 正好 那時候 他們 聚集一批年輕人 因為我們工廠 待在我們工廠裡面的年紀都比較大 大概都四十五歲以上到六七十歲 就是說很難得聚集一批年輕人 大概三十幾個 然後他們就開創一個建教合作班 然後我就去讀建教合作班 然後因為很難得聚集一批 他們就想說開創建教合作班 看能把這群年輕人留住 當然最後三十幾個人 招收三十幾個人 然後十幾個人結業 大概就有十五個 因為中間有的離職做了 或者說不讀了 等等 然後我那個 建教合作班有讀完它 但是學沒什麼東西 因為老師 是工廠裡頭的幹部 要不然就是像國文 國文英文這些都是 附近國中的老師 然後比較專科的 就是工廠裡頭幹部 所以說手又不能再手 有時候上課上一上 會插到工作的話題 然後有時候 在白天在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工作 工作上面在聊天的時候 會插到工課上面 反正就跳來跳去 隨便跳通 然後 後來畢業了 我在那個工廠做了 八年多 那段時間算是我 蠻愉快的生活 因為 生活蠻有目標的 然後因為再加上 那時候有工作 又有上課 算是比較忙 所以說比較有生活目標 後來 原來老闆 因為年紀大了 他體力不堪負荷 他就把整個集團 賣給其他人了 然後新的老闆 決議 因為我們公司 在台灣有三個廠 他新的老闆決議 這三個廠 哪個廠的土地 是自己的 那個廠 有七成人員 其他的全部才撤掉 然後我做的是中地廠 我們高雄那邊還有個廠 因為土地都是用租的 所以說就 全部才撤掉 然後屏東東港那邊有個廠 因為土地是自己的 所以說保留七成人員 剛好那時候 大陸剛開放 所以說我想可能 老闆也是因為資金考量 所以說把 產業移到大陸去了 後來 找了一段時間的工作 一直找 沒有找到 找到後來碰到 我爸生病 我媽生病 因為我是長子 然後我家裡我最有空 那我就下去照顧 直到我爸媽過去 甚至他們後世 後面處理的一些事情 都是我去 在我親切協助下面 協助下去完成的 因為那時候我家我最有空 所以說我必須去 我必須去跑這些事情 跑一些生 我爸媽的身後事 然後 處理好了以後 那時候我撿過一段時間的回收 但是我弟非常討厭我撿回收 因為我那時候要撿回收 還要整理家裡 但是我做兩件事的同時 我只會專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我很少兩件事情監護 所以說我就變得比較少打掃家裡 所以說我弟蠻討厭我撿回收的 後來 撿一段時間回收以後 我背後長一個大釘子 很難過 可是 又不知道社會資源 那時候我有個很天真的想法 就想說 去坐牢吧 去坐牢 因為 在裡面 它有醫療體系 可以把病治好 那時候我沒想那麼多 我就拿把刀子去想超商 然後 那個店員還叫我不要這樣子做 可是我堅持他報警 後來等警察來的時候 我都在那邊跟他聊天 聊天聊到最後 他還請我喝一罐飲料 就是我記得 唯一記得最 最 進去前最後一件發生最好的事情吧 因為那時候我正好跟他要一杯水喝 因為那時候我正好跟他要一杯水喝 然後他就直接請我喝一罐飲料 然後他就直接請我喝一罐飲料 雖然大概喝一兩口就沒有再喝了 因為後來警察又來了 然後就進警局了 沒有拿走 然後 後來我在警局的口供 法院的上法庭的時候 我全部都承認 甚至連公社辯護人都說 如果我態度良好 爭取回憶 然後又去出飯 所以我請求停唱 重慶諒刑 結果那個案子 起行七年 我被派了三年半 大概減了一半的刑責 後來我在裡頭聽人家講 說 其實我這個案子可以打掉 只是我沒有錢 他一直鼓勵我 他要介紹律師 幫我打 可是 那時候我想 你賠著某錢啊 沒有錢才進來啊 那有錢的話 我幹嘛搞這個 對不對 所以我就沒想那麼多了 後來 在 我在裡頭 有一次違規 違規以後 就轉 就 轉 就移間 然後我移間的時候 移到 從桃園移到嘉義 然後到移到嘉義的時候 我特別寫 一個報告上去 然後寫報告上面去 寫說 因為 台灣法律是這樣子 你還沒服完 你醒的話對不對 你後面 沒多少 多少年沒服完 你要報到 然後我就 打報告上去說 我不要假釋了 我就說我只要關到晚 我就關到晚 後面都不用再報到 然後結果 教會是給我答案 是 不能不報 但是 不會送出 但是我的 假釋報告 不會送出 監鎖 一樣會報到 一樣會報到 然後 前方那邊 但是不會到 部位那邊 所以說就 拖了蠻久 後來 我在 嘉義看守所 又有一次 擊破外衣 然後 那次外衣 那天早上 叫回去 突然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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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來過我講說 這是假釋會讓我不 然後 然後 那次外衣 完我就 假釋過 大概 才差 關了 後來那次關 就第一次關了 總共三年 然後 出來以後 我回到家裡面 那時候 那時候 我有個弟弟 有個妹妹 我出來家裡面 的時候 我妹妹搬出去了 只是在我弟弟 在家裡面 然後 我跟我弟弟 又處得不太好 所以說 然後 那時候 因為快出來的時候 我聽 裡頭的 這 同學講 說 樓三是 前面的公園 有很多 打零工的機會 像 舉牌啊 陣頭啊 或出工 這一類 然後 出來 差不多一個禮拜 我就 直接 跑到 我們 賈工園 去 找工作 其實 當初的想法很簡單 我當初出來 不是為了找工作 很簡單一個想法 因為 那時候我妹生了一個小孩 因為 要生起 我那時候要生起 體驗救助 突然 去生起 戶籍成本 突然 戶籍裡面 多一個小孩 是我妹生的 好好看一下 才知道我妹生的 我想說 因為她上面有登記 小孩子在哪裡生的 然後我想說 看能不能 找到我妹 結果 誰知道 我妹在盧州生小孩嘛 然後想到盧州去找她看看 結果到盧州 才想起來 那我沒有 婦產科的地址 那我不知道找什麼 然後打電話 打電話給婦產科 他們又不講 那麼就 後來就變得了 了解 然後 就待在公園 大概待了 兩年 在這段時間 我沒有來看過我 然後 我跟我弟 因為 處不好 所以說到現在 一直沒有什麼 在聯絡 現在我在 芒草新協會 的幫助之下 已經 出來獨立 自己租房子 我現在在做 移工代證 然後 街頭導演員 還有 真人圖書館 這三樣 然後 我為什麼會去 芒草新 因為 因為 我在 就 我之前在公園工作的時候 有一次去醫院做檢查 我 唯一 沒有 那 他的 又 他 這個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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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那想不到過沒幾個月 又中鼻癌 那只好鼓勵鼻子乖乖又去跟他談 那社工也很好心啦 那社工我一跟他談他馬上就說好 然後我就住進去了 然後住了大概一年多 我後來治療治療好以後轉追蹤 然後他們就安排我 因為那時候有兩個單項 一個是正人圖書館 然後一個是街頭導覽 那時候他們先安排我做正人圖書館 然後做一做他們覺得我蠻喜歡聊天的 而且又蠻喜歡各個互動的 所以說問我說願不願意帶導覽 我就說好啊 因為我想說能多跟人家做一些 一些交流 或者說多的是這些人也蠻不錯的 然後我就答應了 然後就開始接受培訓 然後到今年年初 然後就開始上線 而現在就 正人圖書館和街頭導覽員 跟以工代正 配合著做 要是 要是 搞好能負擔的體力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謝謝小胖為我們帶來他的 真人圖書館的人生故事 那剛剛呢我們已經在後面 有看到大家對於小胖 或者是對於我們芒草心跟阿勇有問題 小胖大家有問題會想要問我們喔 像第一個是 雅靜跟15個夥伴想問我們說 請問芒草心的家庭捐贈物資時 有沒有比較適合或比較不適合的物資 像比方說衣服或罐頭跟泡麵 請問小胖你們最需要什麼樣的臨時性物資幫助 像是行動電源呢還是睡袋還是眼罩 那也請問貫真我們除了消費外有沒有什麼方法關注或幫助接賣者 哇這一看就覺得是行家才會問的問題喔 那我先回答我的部分喔 我們捐贈物資的時候呢 我們 我們前一陣子啊 我們被某家媒體登上了 如果你有不要的二手衣 你可以這樣以下做公益 然後芒草心就被列在不要的二手衣的話 你可以優先的把它寄到我們的辦公室地址 然後我們的電話我們都列在上面這樣 結果呢那整整一個月我們每天上班 從九點應該從八點就有人打進來 我們從九點就開始不斷的有人打電話進來 問我們說欸我們家裡面有不要的男性二手衣可以送去你們那邊嗎 或者是我們家裡面有最近省省過世 想要把他的那個衣服送去你們那邊之類的 我們每天都在接受這種事情 然後這些人還算好囉 他至少還會先打電話來問你有沒有需要 有一些人是直接就直接宅配來我們這邊 所以我們那一陣子我們的整個辦公室都被二手衣塞爆 那二手衣裡面有什麼呢 裡面呢有胸罩 有豹紋睡衣 然後還有三角褲 然後還有西裝那時候是夏天 厚厚的西裝外套等等這樣 那我們的工作人員花了非常多 我們其實我們整個協會大概七個員工 然後我們平常常在辦公室大概一兩個 我們整天都在分類二手衣 然後我們花了好幾趟機車 然後把這些跟山一樣的二手衣 丟到資源回收桶裡面去 我們自己也覺得非常的心痛啦 因為大家大老遠的就是花了這麼多的油脂 然後寄來跟山一樣的二手衣 可是最後面也是花了我們社工的時間 然後把它載到二手衣的地方去丟掉這樣 所以我會非常的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想要捐贈的物資的話 最好最好還是直接跟你想要捐的物 你想要捐物資的那個NPO確認一下 說不定我們沒有需要二手衣 但說不定其他單位很需要 那我們這邊目前忙討薪 我們常常會發給我們的服務隊 像罐頭跟泡麵 你可能會覺得罐頭跟泡麵 不是很不健康的東西嗎 但是在他們常常下班回家之後 都已經很晚 然後身上也沒什麼錢的狀況下 我們罐頭跟泡麵是很速成的 很快速雖然不健康 雖然吶含量很高 對身體不好 但是很快速可以填飽肚子的東西 應該說是最方便的 對最方便啦這樣 所以如果最好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最好最好 但是講出去我也怕被人家罵 就是最需要的還是錢 因為我們如果有直接有錢的話 像我們每個禮拜辦的吃肉 我們就有經費來源 我們可以直接買新鮮的食物 跟我們的服務對象分享 或者是我們哪個物資有缺的話 我們可以最立即的把它轉換成 他們需要的物資 所以其實最需要的是錢 但是如果各位就是有其他的東西 想跟我們分享 最近普渡玩有罐頭跟泡麵 也非常歡迎你們捐贈到芒草心這樣子 那小胖他們想要問你喔 你們最需要什麼樣的 臨時性物資幫助 其實看每個人 因為每個無家者 他需要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說不能一概而論 因為問我不準 因為他每個人要求 可能以習慣 以他個人習慣為主 所以說以他個人每個人習慣不同 他每個人對所需要的東西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會因為每個無家者 他們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而有不一樣的需要啦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之前在路上面 去發物資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街友需要的就是吃的東西 那小胖我們 你們之前在猛甲公園 你一天最高紀錄 你曾經一天收到幾個便當呢 可以講嗎 可以可以在場都是自己人 最起碼可以拿到二三十可以 小胖那時候在睡猛甲公園的時候 一天可以拿到二三十個便當喔 因為有很多人他們辦完活動啊 或者是平常去廟裡面 拜拜要還願等等 他們就會買了一大堆的便當 然後來猛甲公園這邊發 而且還可以拿到賣 對可以拿過去賣這樣 那你想想看 有誰在座能夠一口一天吃掉二三十個便當 有嗎應該是沒有啦 然後所以他們因為吃不下那麼多的便當 但是又不斷的有人發過來 所以當然會有一些人 就拿便當裡面的雞腿 或者是主菜把它留下來 那就把其他便當都丟到垃圾桶 你想想看垃圾桶要接多少個便當 所以就等於說那些便當啊 剩菜剩飯就會露出來 然後就有老鼠跟那個蟑螂會來那邊吃 然後呢就有些人看到 你看街友就是拿了便當之後 然後只吃雞腿 就把其他的便當丟掉了 真的是有夠偷坐 不然會變街友 然後就從旁邊有這樣子的一個解讀 但是事實上 如果你去像小胖一樣 長時間的觀察 你會發現那跟物資的過多的剩餘 也是很有關係 對好 而且拿便當的不是街友 你會發現拿便當街友十個裡面 大概不會超過兩個 其他的都是誰 一般民眾 其他的都是會在蒙甲公園裡面的民眾 因為他們那邊有一區專門問名牌的 然後一大堆老人家會去 然後他老人家會去就算了 還帶有孫子的帶孫子 有孫女的帶孫女 然後有什麼小孩子的帶一堆啊 啊中午來的時候 啊反正免錢的嘛 你給你走馬牌 反正小孩子也順便牌下去了 然後所以說 不是很 有很多都是一般民眾牌的 但是二三十個便當老實講就是 我們能趕快消掉就盡量消掉這樣子 那如果你好奇哪裡有簽賭區 或者是你好奇哪裡可以簽六合彩 歡迎上Google搜尋 街友小胖越錯越胖的人生 小胖導覽會帶大家去看名牌店 然後是那個六合彩那個名牌 不是Cucci的那個名牌 然後會帶大家來參觀 萬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 那還有要問阿勇 我們除了消費以外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關注或者是來幫助接賣者 喂 欸 這樣子聲音聽得到嗎 OK 最後面的朋友也聽得到嗎 OK 好 謝謝 人生把味主要在做兩件事情 請關注兩個群體 一個是在街上的無家者 另外一塊是在街上賣東西的接賣者 那關於接賣者這一塊的話 相信 相信大家一定 說不定比無家者更常看到或是有所交流 就是在路上賣口香糖 郁蘭花衛生紙等等的人 很常會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 除了購買之外 還能夠做些什麼事情 那其實 在我們觀察裡面 街賣者有兩種 先給大家猜一個終極密碼好了 就是我們有實習生實際的做了田野調查 推著街賣者 就是賣著衛生紙等等百貨雜物的街賣者 到街頭上去賣東西 然後就遇到了有很熱心的民眾想要購買 或者是覺得被同情推銷有點受不了 然後最後購買的這樣子的消費者 那從套出錢然後拿了一個東西離開之後 然後再離開拿著這個東西走 就整個消費購買流程讓大家猜看看 一個在跟街頭上跟街賣者購買的那個過程 大概是時間是多長呢 五分鐘 一分鐘 再短一點 三十秒 三十秒 欸不對 對對對 厲害厲害 在街頭上面跟一個街賣者 你說不定還沒有看清楚在街上的東西是什麼的時候 你就花了三十秒的時間跟他購買一個商品 基本上在網拍上面手滑都沒有這麼滑 對啊 在我們在看的那個過程之中 其實感受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許多人雖然希望能夠提供幫助 但是在那個停留時間非常非常短的時候 是很難去關注到一個人他所真正需要的 或是他現在的狀態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認識的街賣者有兩種人 一個種是把街賣當作是一個努力的 值得耕耘的用力的工作 對啊 那在這個過程之中這些人非常非常地用力想要工作 甚至跟幾個街賣者聯合起來做團購 然後租了一個工廠 然後放了很多的商品在裡面 那卻不知道該賣什麼東西給街上的人 什麼都是了 就是欸大家總會用衛生紙吧 大家總會應該要刷牙吧應該用牙刷吧 那家裡面總會髒掉需要抹布吧 就是用這樣子猜測的心情 那推出了各式各樣的商品 可是其實在街上購買的人 對在街上曾經跟街賣者購買過東西的人 可以舉手一下嗎 喔蠻多的 那買的東西是你想要的可以再繼續舉著手嗎 啊啊對 那就很希望說在下一次那個手放下 我相信在場的大家購買過的人一定都是 擁有著一個就是很熱很熱忱的心 或是很希望能夠對對方能夠造成一些改變跟協助的 下次不妨在30秒的時間之外再多加5秒的時間 跟他講說今天辛苦了天氣好熱 再加5秒的時間說其實我沒有很想要吃口香糖啦 或是其實我覺得賣什麼東西好像會比較好 多給對方一點點的建議 其實像我們最近開始去做工作方 帶著參與者一起到街賣的團體裡面去做了訪談 有很多的街賣者到那個時候才發現到說 欸原來我賣的東西好像不是大家需要或是想要的 對吧 那也是一個就是很有趣的交流過程 另外一種是像我們認識一個街賣者 他在東門5號出口叫小明 他是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然後幫助我們很多的街賣者 那他在告訴我們說就是其實他如果可以脫離街賣的話 他會馬上的脫離 為什麼呢其實小明他是一個資訊接收非常快速 打字很快速然後想法也很快速的一個 呃外表是中年但內心是個少年的男子 對那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他是想要到公司裡面去當行政跟key資料的人 但是為什麼他不能夠去呢 明明他在手機上面就是每次分享小貓小狗小孩的照片的時候都超快速 對啊然後每次都收到超多他的訊息 然後他也很常會打很多的狀態 那這樣子的小明為什麼沒有辦法到一間公司裡面去擔任一個行政的工作 原因其實非常的簡單就是他告訴我們說他連就是要面試的時候連這間公司都進不去 進不去是什麼意思進不去的意思非常的物理就是 這間公司他可能呃是樓梯或者是他沒有無障礙空間 所以他連公司的門都進不去對那說不定他真的進去了那聊得非常的開心 就在他內心一陣舒坦說啊終於面試結束了那想要放鬆一下想要去上個廁所 書解一下的時候又發生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公司的廁所進不去 對那其實在我們認識的許多人的狀態裡面 他並不是工作能力上不許而是這個環境好像不允許他在這個地方所存在 對啊無障礙的空間或者是呃更寬容的就是不一樣的人與空間的屬性 其實在我們走在路上的時候好像不會有這麼直接的感覺 可是對於一些人來講 僅僅是外在的物理上的限制就讓他無法去突破 去做職業上更多的選擇 我覺得在呃各式各樣的方面 只要你多關注周圍的人一點點 多關心街上的人一點點 其實對於街上街賣者來講 乍看之下好像不是那麼直接 可是其實都是非常實際的協助 嗯好謝謝 拍手拍手拍手 很棒 然後呃下一個是想請問無家者小胖 真的是像昨天柯市長所說政府提供住宅是很容易的事 只是無家者不願意居住喜歡流浪嗎 如果可以選擇願意回歸社會嗎 這是大家想有跟16個夥伴想問的問題 呃很簡單 因為其實很多無家者都想回歸一般正常的生活 只是因為各種不同的問題 導致他沒辦法做正常的工作 所以說他 而他現在能做工作 他租不起房子 那你要他們怎麼租 他們一般正常的日常生活 可能就賺的錢都剛剛好 他們 更何況 要不要多點錢出來租房子或幹什麼 可能叫沒有辦法 然後有些是因為 因為 像以前 他犯過一些案子 有錢科這樣 有錢科 因為 錢科的關係 他的帳戶被凍結了 沒辦法用 他現在的薪水 他現在的薪水 都是一個賄賂帳戶 比較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說 所以說 比較難解決 要不然 大家都有工作 大家都有錢賺 然後 都能過好日子的話 誰願意出來流浪 相信沒有幾個人願意出來流浪 好 那 下一個問題是 想請問人生百味的貫徵 我發現我自己在遇到街友推銷物品時 像抹布 口香糖 潛意識會不想停留購買 因為我覺得好像去賣場買會比較有保障跟便宜 但如果是相等的購買價格 比方說五百塊 我是願意直接捐給組織的 請問你是否在推廣中也有發現這種心態 你的看法又是什麼 發問這個的夥伴 然後另外十六位按讚的同學 會後可以來找我一下 我們有一些就是協會的捐款資訊可以提供給大家 還有9487大家記得 還有9487 其實這個問題一直回盪在心裡 然後能夠提問這樣子就是願意捐款 但是不一定會想要買東西 其實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般人其實在討論解賣或是無家者的議題的時候 都會想說給人魚吃不如給人釣竿 就你應該要讓他更有競爭力 讓他更就是更有生產力 讓他自己想辦法活下來 捐款好像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可是其實我覺得發問已經 這十六位按讚的夥伴 發現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意義 對 為什麼捐款 因為捐款背後的意義是能夠支撐一個人 支撐一個組織去運作得更久 去走得更長跟更遠 那購買一個商品的時候 其實在街上我們常看到的商品好像都是日用品 衛生紙 抹布 牙線 棉花棒等等的 這些看起來是一個日常的消耗品 然後對於街賣者來講是一個 你一定會消耗一定會淘汰一定會重新買 讓人是有感覺說他還會再去繼續買的一個商品 可是事實上我感覺到現在街頭上的消費者們 跟現在在網路世代身處的各位以及你我 就是包含我自己最需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意義了 就是你再也沒有比在購買的過程 更期待能夠得到一件意義這件事情 你得知道你背後的不管是購買或是捐款的商品 它背後的生產線是什麼樣子 它左右的是怎麼樣的多少人的命運等等的 所以其實在做商品的搜尋的過程之中 我們也不斷地去尋找這個意義 希望能夠去找到更友善一點的生產者 去找到對於這份工作更希望能夠投注的街賣者等等的 那很期待大家 就是不管是捐款或是購買商品 我覺得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為其實人現在已經不太需要 再額外購買什麼東西就可以活下來了 可是在追尋意義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是更需要慢慢地走 長長地走好好的繼續想下去的 我不確定有沒有回答到問題 我聽得到內流滿面了 很煩 很煩 好 可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其實剩下最後一兩分鐘 我們就回答最後一個 聽起來也是很大在問的一個問題喔 就是但是有很多朋友也很想知道 小胖他們想問一下 無家者的快樂是源自於哪裡 快樂喔 對 你的快樂是源自於哪裡 每個人的快樂原始不同 那你呢 像我比較喜歡看書和玩模型 尤其那種鋼彈模型 尤其那種鋼彈模型 蠻喜歡的 因為 從小我就比較 我比較喜歡看漫畫 然後從小就比較常看那種鋼彈的漫畫 然後經常把漫畫或動畫 把那個機器人畫跟人類差不多 做各種動作 所以說 就蠻喜歡鋼彈模型的 小胖是鋼彈模型的收藏家 他有一個六千塊的天使鋼彈 所以呢 你會發現其實 我們這樣聽起來會蠻意外 因為你以前應該很少聽過 在路上面生活的人 他們的人生有什麼樣快樂的樂趣 那我們自己在芒草溪有沒有遇過 我們有吳家者 他的快樂來源是來自於 他很喜歡談戀愛 他在 他可以跟你分享一段 就是他的戀愛哲學 如何 就是他自己講 就是他自己講 如何又窮又乳 又教得到女朋友 屌打在座各位單身漢 然後呢 或者是有人喜歡去舞廳 勾搭八十幾歲的 歐巴不是歐巴 勾搭八十幾歲的 姐姐 因為他現在雖然六十八歲 但是他在舞廳裡面 他可是全場炙熟可熱的小鮮肉 然後我們還有的人呢 他最喜歡去小吃店 然後呢 就是在那邊抽菸 然後慢慢的把那個花生的皮 一顆一顆剝掉 然後呢 再把它拿去餵給他的寵物吃這樣 我們很多的吳家者 你會在他身上發現很立體的一面 他有他自己的愛好 他有他喜歡的事情 他有他擅長的事情 當你在認識了這個人 他更多更立體的一面之後 他就不再是我們典型刻板印象裡面 那個好像永遠都很可憐啊 或者是就是 我們刻板印象裡面的那個無家者 所以我們芒草星在為了要讓大家 看到更多無家者不同的一面 所以我們除了導覽以外 真正的圖書館 我們接下來也想要研發那個大書才藝班 就是我們有很多的無家者 他以前是有特殊技能的 所以要請各位來跟無家者們 學習他們身上的特殊才藝 叫大書才藝班 所以也很歡迎各位持續的follow 那我們今天其實講了這麼多 那我們也聽了小胖的故事 然後也聽了前面的我們社工的第一線的分享 你會發現其實無家者在 我希望各位今天聽完之後 你對無家者的印象 除了一開始的那一些標籤以外 你還可以多了很多不同的 無家者生活的喜怒哀樂 甚至是不只是無家者也知道 皆賣者神心教愛者 我們這其他的什麼什麼者都是 那我們對於世界的面貌 有更多不同的認識 我們就有可能可以達成一個更好 一起更和諧的一個社會 那如果你有問題 還沒有問到會覺得很不過癮的話 歡迎你等一下來前面 然後我們可以好好的再交流交流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打擾一下 我們因為有一點點時間 還有一點時間 可以再多訪問 這太好了 可以再答個一道 可以再答個一題喔 好好好 那我們就來看個 請問你遇過最困難跟難熬的是什麼事情呢 哪一個 對啊 哪一個 各講一個 各講一個 為什麼你不用講 好好好 那小胖你先好 先遇過最困難跟最難熬的事情 是什麼 最困難啊 可能 有一次出陣頭吧 出陣頭 出到一半我跑 我整個人第一次落跑 為什麼 因為那次那天手發麻 然後走不下去了 然後就 所有場次裡面 唯一一次落跑的 結果還拿到一半的薪水 也不錯啦 也是工作的這個部分 但是問題是人家肯給啊 那是剛好遇到很熟的 因為人家剛好肯給 如果不肯給的話 我那場薪水應該是沒有的 那我自己遇過最困難最難熬 我自己是覺得跟 跟服務對象的相處上面 因為他們年紀當然跟我們有落差 我們的背景什麼的 其實也完全不一樣 雖然大家都說社工 你應該要同理你的服務對象 但老實說 你可以在這麼大差距下 你說要 我真的能夠同理他們的話 我覺得那是騙人的 或者是那是虛偽的 所以我自己其實在 有一個工作內容是 我要來培訓這些無家者來做導覽 我好幾次導覽就是培訓完之後 我自己是跑到路上面 隨便找一個電線杆 後面蹲下來大哭的那一種 因為就覺得 是真的很辛苦 他們有他們的情緒 他們有他們的背景在 然後你要承接住 然後要把它想辦法變成一個 遊客可以接受的東西 或者是可以呈現在大家 眼前的一個導覽路線 真的是蠻困難的這樣 那一次事件就是我們的導覽員阿俊呢 因為他在導覽的過程中 他常會跟各位講一些消防知識 像比方說各位遇到火災的時候 你要先脫下你的內褲 然後呢 你要在上面吐口水把它弄濕 或者是用尿把那個你的手帕給尿濕 然後烏住口鼻趕快逃進去 這可能是60年前的逃生知識 但是我們不太適合 放在現在這個年代來跟小朋友宣傳 然後我就拿我的手機 然後播放那個最新的消防員余宗翰 然後他看了之後 他就立刻當場暴怒 就是 我不會做導覽員阿 然後我什麼話都沒有講過 我只是給他看影片而已 然後他就怒的摔我的手機 然後就立刻拂袖而去這樣 那我身為一個社工那是不屈不腦地追上去 然後跟他說 反正就講了很多東西阿 然後回去之後我就覺得 這一切真的是太辛苦 然後就蹲在路邊哭這樣 但是這種事情你不太會跟一般人講阿 因為一般人他們想聽的是 街友的勵志故事 所以我老實講 我其實也沒什麼機會 可以跟一般人分享這種 社工的反面的故事這樣 那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紓壓我覺得也蠻好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可以真的看到很多 我們關係建立起來之後 我覺得一起走下去的那個路 那個風景我覺得是精彩的 所以我就算過程中 會有這種很崩潰的時候 但我還是很願意 繼續在無家者這個領域服務這樣 在生活中遇到的街友 我們開始需要做些什麼嗎 小胖 如果我們在路上遇到無家者的話 你有建議他們做什麼事情嗎 就是不要用一樣的眼光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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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有很多 都是有一技之場的 只不過是因為他們會的技術 現在不需要 所以說 他們無法跟實在連接上 所以說他們被市場淘汰了 所以說不要用醫藥的眼光看街友 我在正南投書館的時候 經常跟大家講 換個角度看事情 也許你會說起來 也許你會懦弱的 但是你會想一個 比較好的方法來保護自己 也保護其他人 這樣子的話不是更好嗎 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會先觀察一下 他的那個精神狀況是不是OK 比方說他有沒有自傷 自己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 這樣子的情形 然後如果一切都還蠻穩定 然後他同時他情 情緒狀況也還OK 不是那種剛睡醒 然後你把他叫起來 他又起床氣的那種情形的下 我會跟他聊聊天 問他有沒有認識 這附近的社福中心的社工 然後他如果有手機的話 我會抄下 社福中心的電話號碼給他 然後問他有沒有什麼樣的需要 像比方說有沒有想要有個地方住 或者是有其他 我們我可以來幫忙的這樣 那如果你是站在一個 跟他聊聊天 然後你怎麼會在這裡 然後開始 之前我是會買煙 但我覺得買煙這個就不用 我通常會拿一個吃的東西 來做為橋樑 然後開始跟他聊起來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 需要先觀察一下 因為之前也有發生過 我們有一些好心人士 直接把無家者直接帶回家去睡 然後後來發生 那個無家者就是偷了他們家的東西之後 就走了這樣 如果你對一個陌生人 你都會有一個基本的心房 那就不應該因為這個人 是你覺得他特別可憐 所以就特別的同行他而放鬆這個 我覺得基本上 對於人的那個界線還是要有的 那不過我覺得提供給他 像這樣子的社工的資源 我覺得是很好 因為會有很多專業社工去評估 那我們也想辦法去連結資源 那你可以交給這些專業的人來這樣子 那所以我自己在路上遇到 我是會這樣子做 我是想問哪個天台這樣子做 你說把街友帶回家裡面住嗎 你這個在新聞上面啦 這樣子 我都不知道 好 我覺得這樣子直接這樣也不是很好啦 雖然好像很多人很期待這樣子做 好 那阿勇你自己會怎麼做呢 舉一個比較日常的例子好了 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的夥伴 他騎機車載我 然後我們就停在台北車站的那個大的十字路口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忽然看到有一個婆婆 然後她就從那個電線桿旁邊走過來 然後拿著一個碗 然後開始跟沿路的每一個機車騎士要零錢 那從就是在看那個婆婆的時候 然後我心裡就是開始去思考說 欸 這是我應該給他錢嗎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電線桿旁邊 然後就看到了很多的大包小包的塑膠袋 然後依此判定我覺得 喔他應該是一個把家當帶在身上的人 那應該可能是一個露宿者 然後接下來再繼續往這個婆婆的身上看 看到他是一個年紀還算滿大的人 那估計應該已經超過了可以工作的年紀 適合工作年紀 然後再加上他沒有穿鞋子 那就開始去 然後再看他的眼神的時候就感覺到說 喔他應該是有一點點精神上面的狀況 對那於是呢 一個精神有狀況的露宿者的婆婆 那如果我想要給他錢的話 那還是不要給超過一百塊好 要是去買了就是買了酒 然後喝了太多該怎麼辦 那但是如果他是要抽菸呢 對如果他是喜歡抽菸的習慣的話 那如果我給了他五十塊 那他可能還要再 有多一個人給他五十塊 他才能夠買一包煙吧 那感覺是一個他還需要再努力一下的過程 所以就是在他走到我面前的時候 我就在他的碗裡面放了五十塊 然後這個婆婆非常高興的 就是跟我說一聲謝謝 然後也讓我感覺到說 對沒錯我給他這五十塊的 就是用意就是希望他能夠快樂一點 就在那個長長的判斷的過程之中 其實也只過了三十秒 就是一個紅綠燈的時間 我相信就是 其實我自己不是一個受過專業社工訓練的人 但是只要再多認識街上的人一點點 再了解街上的人的狀況一點點的話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三十秒二十秒之間 去做出一個更符合你心情狀態的判斷 就算我把這個故事告訴我另外一個朋友 他可能會覺得他想要顧及這個婆婆的健康狀況 就是怕給了他太多的錢 他可能會去抽菸或是喝酒 那他就不會給他錢 我覺得每個人的選擇都是擁有自己的自由的 可是在那個前提之下是 就是要去更了解街上的那個人 他的狀態跟你心裡面所想像的是不是一樣的 差不多是這樣子 因為小胖認為無家者是一種選擇還是莫可奈何 這問題前面應該有回答過 就是小胖覺得如果可以租房子誰要流浪這樣子 那小胖你的低谷時期有想過要請親戚朋友來幫你嗎 就是你在想要有比方說像那時候長頂啊 然後需要有錢治病或者是出獄之後有想要找工作 這種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想過要回去找家人來幫忙你或者是朋友 那時候沒有想耶 為什麼沒有想 為什麼沒有想 不是啦 那時候就沒想那麼多 那生病的時候或者是剛出獄的時候有試圖要回去找過弟弟嘛對不對 有 那後來呢 後來處得不好啊 一直催我找工作 問題是我連交通工具都沒有 我要怎麼找工作 所以我們自己有很多的服務對象他的環境 他的狀況也是跟小胖很像 一個是他的家人其實本身他出生的家庭就是家境比較清寒的 本身就比較沒有什麼社會資源可以幫他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可以借的錢 老實講也都借完了啦 那有人甚至是一欠了一屁股卡在 那在這種社會資源家庭資源都已經用光的情況下 才會到露宿街頭上 那也有一些人的確會是這種拉不下臉來 這種也是有不過是比較少數的這樣子 那小胖如果 還是我們再用短短的一點時間跟大家分享 他想要聽監獄的故事 你進去之後經歷到跟想像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這樣子 呃 比較差比較多 因為 裡頭 外面是大社會 然後裡面是 小社會 當然不像 香港之前有拍一部電影《監獄風雨》 跟那個 比較起來 差落差蠻大的 因為像 因為可能是拍了地獄的關係吧 台灣的工 台灣的監獄一半都會下工廠 但是領的錢相當少 因為他的錢可能分割成好幾樣 所以說真正能到他手上的相當少 然後 基本上你只要配合得好的話 我覺得日子都還蠻好過的 不會 不會蠻過的 像我在裡頭聽過一句話 裡頭有什麼不好的 啊 管吃管住有24小時保全 有什麼不好 對 其實小胖剛才說的環境也反映出來很多無家者 因為你在街頭上面你的生活環境跟在監獄裡面比起來 注定你在裡面的環境還比較好 所以可能就這樣子挺而走險的做一些 為了可以進去監獄裡面得到比較好待遇的事情這樣 那我們這些人 我們能做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社會的環境 然後我們想辦法的把那個品質給提升起來 當我們看到身邊有需要幫助的人 或者是我們可以開拓更多的資源 讓那些人在進去監獄以前有更多的選擇 那說不定我們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遺憾發生這樣子 那今天這樣子OK嗎 我們這邊螢幕就是看到slido 就是還有非常多的問題要問三位 所以接下來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麻煩你們到前面來 那我們這場就先下課囉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